國內新冠病毒疫情 今天是新增了八例的確定病例 包括六例的境外移入 都是完整接種兩劑疫苗的突破性感染 另外有兩例的本土個案 分佈在雙北市 都是因為陪病採檢確診 由於病毒量偏低 指揮中心研判 對社區的影響不大 此外疫苗接種後的死亡通報 出現了年紀最小的個案 是桃園市的十五歲高一女學生 本身有神經系統病辨識 打完BNT疫苗後二十一天死亡 家屬已經申請預防接種受害及救濟 國內新冠本土疫情二十五號 週一新增兩例本土病例 案一六四八五為二十多歲 住在新北市的男性 十月二十四號 因為陪病需求採檢 才去診 CT 值三十三 血清抗體 IgM陰性 IgG陽性 另一個本土個案 住臺北市 案一六四八六為四十多歲 男性 十月二十三號 因為陪產需求採檢 才確診 同樣也是CT值較高 達三十七 血清抗體 IgM陰性 IgG陽性 案一六四八五在七月跟十月 總共接接種了兩劑的AZ的疫苗 那一六四八六的話 是在七月底的時候 接種過一劑AZ的疫苗 那因為目前研判起來 都是屬於這個比較久遠的感染 就是非近期的感染 因為他們的病毒量偏低 另外也新增一例死亡病例 為八十多歲的男性 今年六月發病後確診 七月底解除隔離 出院返家 十月初又因為身體 不適住院 十月二十二號死亡 而在疫苗接種部分 新增七例疫苗接種後死亡通報 包括AZ有兩例 莫德納有四例 BNT有一例 其中BNT死亡個案是桃園市十五歲 女學生 本身有神經系統病變史 打完疫苗後二十一天死亡 是國內疫苗接種後 通報死亡事件中年齡最小的個案 至於第十二期第二階段疫苗預約接種 從二十五號週一上午十點開放預約 已經有七十七點四萬人完成預約接種 BNT第一劑和莫德納第二劑 指揮中心表示 如果BNT最後預約人數不足 考慮再加開給意願登記BNT的三十歲以上 民眾 大約有二十八點六萬人 目前疫苗人口涵蓋率為百分之六十七點七 計次人口比為每百人九十五點一劑 記者賴水美 蔣龍翔 特別報導